博弈论,今星期又和大家见面 我和周显都要和各位讲一讲 一个最新的消息 其实我们上周六的时候是不知道的 只不过周显可能有他的特异功能 对于特朗普的情况 上周已经有点端倪说了 怎料到这个星期尾的时候 真是传出特朗普和他的太太梅拉尼亚都确诊了 大师,你是否有一些 我下毒的 因为我都说了有两个预言 一个预言就是盲眼哥哥的Baba Vengar 预言是 我不知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说他预言 25任总统会生病会失聪 是旧的 是新讲出来的 之前是说24任总统 之后在美国上滅亡 即是有没有大25任总统 那那个其实 都是同一个人说的 我不知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看到原文 所以我觉得有点是打烂自己的债盘 但可能他就是说 因为他大24任总统 最后一任奥巴马 所以25任总统就是完完 但是那个所谓完完 就没理由 现在看来 就算特朗普真的这么不幸 都没理由 没有下一个接上去 不过不要紧了 我们先说 拉回来 就是特朗普 现在去了马里兰州 这个军方医院就医 刚刚最新都见到他的医疗团队 超过10个专科医生 很多人都说 他应该得到的治疗 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他自己出来的录像 也都见到他除了没有打胎 或者有些人说 他的面容有点潮水之外 其实都仍然能够说到话 就跟上次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 在床上的一些照片 那个比较 今次就轻症很多 你自己怎样看 第一 当然他们两个都是肥胖 党部路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Boris Johnson的时候 大家是不适应的 现在肯定是适应的 就是大家现在所获得的 对于这种新冠病毒 那个方法 那个知识水平高过以前很多 所以现在特朗普一定 所得的care是好很多的 第二就是他用了一种新药 那种新药 其实就是等于中国的血清那种 类似一种这样的东西 他用了非常重的份量 据说 其实其他人用轻的份量 是因为便宜一点 因为那种是很贵的 据说是这样 所以他整个治疗 狀况应该是暂时乐观的 我只有一个人 是其中一个不乐观的理由 没有办法反驳 就是帮我们写稿的 哈利波特 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他就说肖先生说他没事 你整天都这样去射波就不太好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结果我也是 其实我和肖先生都差不多意见 暂时来说 我也是认为 纯重是神语 就是神的意思 包括Vanger 或者所有的诅咒 美国诅咒来说 他都应该是没事的 除了特朗普本身的状况之外 大家仍然即时有些新的消息收到 无论是华文媒体 或者美国本地的传媒 大机构都有几个消息 第一 就是蓬佩奥即时缩短了亚洲访问 不会再去那么多地方 另一方面 这个核武的战机 都立即有两颗升空 有些人就说 其实现在可能 美军的戒备级别 其实即时提升了 这个我不意外 因为如果总统有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那个本身 譬如你说 面对着不同的地方 譬如南海 或者是唐乌海峡 现在的军事状况 其实美军提升的战备 级数的戒备 都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 但是这样会不会增加了 擦枪走火的机会 第一就是 美军肯定是提升了他的戒备 但是很多报道都说 他的核武的战机 是跟这一次无关的 就是一个偶发因素 但是不敢肯定 但是在总统有事 而是擦枪走火的机会率 就不是那么高的 就是从往直来说 因为这些事有事 因为大家都不是那么 因为总统有事 擦枪走火最大可能性 不是美国擦枪走火 而是其他人冒险 但是其他人敢冒险的机会很低 通常都是一个弱者冒险 而且总统也不是有事 因为美国是一个 我这么说 美国是一个很制度化的国家 他所有的 你想想 是习近平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究竟哪个人继续他就麻烦了 或者普京有什么三长两短 普京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美国由第一 迅速到十几二十都有 即是顺慧的 顺慧 是的 所以整件事 而且美国也不乏很多的状况 譬如说是鲁罗斯福 杜鲁门 杜鲁门 是死了就算 计任那些都是很性 甚至计任那些人还说 计任那些人比原来那些人更性 所以 鲁罗斯福就是 计任死了的 而杜鲁门就是计任小罗斯福 那些计任都不会太差 甚至可能现在 美国都会 一日到没有路 所以本身 他计为人都很清楚 但是 虽然他是很制度化 但是 美国 有两种总统 其实我说 最基本的 第一种总统就是 贵族总统 就是说你自己就是老板 老板总统 另一种就是打工仔总统 打工仔总统 通常一个CEO 就是循规道具 就是奥巴马 克顿和循规道具 而一些贵族老板式的总统 例如小布殊 或者特朗普那些 就是自己老板 就是自己说惯事的人 就会比较大胆一些 会比较大胆一些 所以 现在美国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特朗普执政那里 特朗普的 自己的个人的 决定 那个因素是很大的 他比官僚的控制很少 就是他不会被官僚控制住 所以就变成了 蓬佩奥 当他一旦有事的时候 整件事就变成了 美国的政治那些 就会拖延 周显 我自己看 你刚才说的分法 我有点想到 有些有趣的个案 第一 就是小罗斯福去到杜鲁门 由这个当时打的韩战 你记不记得 其实默克阿瑟被人炒 其实明显地就是 因为杜鲁门对韩战的业务 这个就是说 基本上你转了总统 其实那个外交 甚至乎军事政策 最重要的军事政策 是可以180度转向 可以转向的 那次就是这样 另外一次 其实我觉得又是很奇怪的一个转向 就是反过来 其实你看到甘乃迪和占心 很多人都说 其实在越战的时候 甘乃迪已经是有一个 所谓想退态的一个迹象 而占心就反过来 希望重新去部署 在亚太的战略 亦都相对来说是积极 去到尼克逊 才会出现一个转机 是 那你就会见到 两个就算是总统 是同一个政党都好 其实他们都会出现一些 比较大的一种思考分野 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你觉得如果真是今次 就是Touchwood 如果譬如彭斯去接任的话 他会不会还是奉行 这个特朗普政策 因为现在美国的传媒 我就不喜欢分析 左交传媒 或者Fox News 就是亲特朗普 虽然有某一些迹象显示 但是明显地 我想现在大家如果觉得 彭斯是会完全去承计了特朗普的外交 或者战略政策 是不是真的这样 没有可能 其实大家想着习近平 扎菲的仇位 绝对想不到习近平是这样的 其实每一个领导人 原来会发现很多人 上台前还是上台头 是两个东西 你猜不到他是这样的人 就是那个人 李登辉 你猜不到李登辉上台前是这样的人 原来一个人 你做打工仔和老板 是可以完全不同的心态 很多人都是这样 所以彭斯 我想一定是第二个东西 最重要是看选举 彭斯做过 他接任过 也是没用的 他都要选赢拜登才行 如果彭斯对拜登 如果特朗普死掉了 我认为彭斯对拜登 对拜登就很难赢了 你觉得特朗普死掉了 你再做一个选举 如果那个人在那一刻死了 你彭斯没有那个魅力 你会有同情票吗 我认为如果死了 应该共和党更赢的机会大 我不是这样觉得 因为彭斯没有那个个人魅力 始终投票也是投个人魅力 你再由头再做个选举工程 是很难的 好 今天和周显谈到这里 因为我和他之间 明显对于后特朗普时代的看法有点不同 提供到多些不同的意见给大家参考 正正是这个节目的存在原因 下一次再谈